将萝卜丝切碎 随后再把切碎的萝卜丝 加入原先准备好的米浆当中 放入大锅中搅拌 萝卜糕是社区长辈们 每年农历过年前必做的一项可口糕点 由于社区厨房妈妈的手艺都非常好 所做的各式糕点都很受到长辈们的喜爱 在萝卜的受诊之时 我们也透过社区的这些厨房妈妈们的手艺 来制作一些有关于萝卜的香港一些食品 就是菜头粿还有萝卜丝饼 社区厨房妈妈的手艺都相当的好 制作一些萝卜丝饼 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关于萝卜的长辈来使用 一起来享用 年节到了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他们的手艺 制作一些我们年节必须的祭拜的一些用品 厨房妈妈表示 制作萝卜糕白米必须先泡水三小时 再磨成米浆 萝卜折泡成丝 然后夹到米浆中一起放入锅中 再加入少许的玉米粉 炊煮过程约需要三个小时 如果炊一时还是 看面上稍微有熟的时候 我再把它搁搁搁的 用白的 比较均匀 炊煮要三小时 萝卜除了可以做成萝卜糕之外 还能晒成萝卜干 方便以后使用 先远唐晓芬肯定社区的用心 物尽其用 不仅可以提供社区内用餐的长辈们使用 也能凝聚志工情感 那将来对我们的社区 也可以说做一个加菜的一个动作 那甚至我们洪理事长 还把这些萝卜都腌制成一个萝卜干 那在我们平常供餐的时候 也给这些长者来做一个使用 真的是物尽其用 那也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 社区内的志工各个身怀好厨艺 利用年中时间 让大家齐聚一起制作萝卜糕 尽由大家的努力 提供据点长辈分享 及品尝萝卜糕的美味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